我们都知道哈,为了提高效率,现代社会当中的分工已经是越来越精细了,我们往往只负责某个工作模块,这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几乎没有哪一项工作能够离得开团队合作,按理说呢是人多力量大,应该呢能够让我们省心不少哈,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啊,种种不给力的合作让你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怒气,工作进度呢也被拖慢了。 你看啊,什么总是开不完也讨论不出结果的大会小会,还有同事模样工却跟你拿一样的工资,一开始呢你还试着提一些建议,想让大家合作得更好,可是换来的呢不过是一堆的冷嘲热讽,彻底给你浇了一盆冷水。 哎,你以为你是谁啊,老板都不敢拿我怎么样,你一个小员工少给我们指手画脚了。 怎么样,遇到一个好的团队,需要运气吧,这个时候你能怎么办呢?难过,上火,或者是炒老板鱿鱼换一家公司,如果还是遇到一帮猪队友,再接着跳,直到进入满意的团队,接下来你可能会发现,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换一个团队就能够遇上神队友的概率其实非常小。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作为一个普通的员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主导团队合作,让大家更齐心协力,朝更好的方向发展吗?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本书,就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主导合作的金钥匙,书名叫做《横向领导力》。 什么是横向领导力呢? 说的是一种不依靠高人一等的职位和权利,也能够实现主导的平行领导能力。 而且呢,这种能力,我们是能够通过系统学习,怎样制定目标,有效思考,修正计划,激励管理,良性反馈就能掌握的。 横向领导力能够帮助你在与同事的合作当中,引导大家迅速地讨论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别人接受你的建议,就不会感到反感,让团队能够齐心协力地朝共同的目标前进。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罗杰·费希尔,是哈佛谈判项目主任,具有多年丰富的沟通咨询经验,在美国的谈判和沟通领域久复盛名。 另外一个作者是艾伦·夏普,也是美国沟通领域的专家。 这本书被称作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职场沟通经典。 相信听完这本书,你至少会明白下面的三个问题。 第一,怎样让团队用最少的时间开会,讨论出最好的方案呢? 第二,怎样让同事接受你的建议,又不会觉得反感? 第三,为什么说那些摩羊工的同事可能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们想一想哈,如果一辆马车要赶往目的地,拉车的四匹马却各自朝着一个方向。 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他们虽然累得气喘吁吁,但是马车呢也没有前进半米,对吧? 团队合作其实也是这样的,混乱的目标会阻碍我们推进工作。 一个科学的目标应该是统一的,能够给所有人鼓励并且方向明确的。 我们该怎么制定目标呢? 第一,制定良好的个人目标,你可以根据你想取得的工作成果进行倒推,设定你的长期、中期和近期目标。 比如说吧,如果你是一个律师,而且对软件知识产权这块的案件呢,特别的感兴趣,你就可以为自己定下一个五年的长期目标, 开一家专注于解决软件知识产权案件的私人律师事务所,然后根据这个长期目标设定你这两年中期的目标, 与软件知识产权领域的三个客户合作,最后呢,再给自己定立近期目标,到下个月底,你要加入版权商标律师委员会, 这样你就把一个大目标分成了几个更容易完成的阶段性目标,然后呢,从小目标开始去做, 是不是感觉有方向,有干劲多了? 制定好了个人目标,我们接着要与团队一起制定清晰的共同目标, 怎样理解目标是否清晰呢? 举个例子吧,你所在的化妆品公司,现在的团队目标呢,是在行业内做到出类拔萃, 是不是太模糊了呀,让你们觉得很迷茫,要做到出类拔萃,首先应该做些什么呀? 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通过四个步骤来引导团队,制定更清晰, 更能激励大家的斗志,当然也是更容易一步一步达到的团队目标。 第一步,收集信息。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目标没有办法鼓励大家燃起工作激情, 你可以去收集更多的信息来理解这个目标。 比如询问老板,出类拔萃这个目标具体是指在多长时间内达到什么样级别的水平呢? 第二步呢,就是提供数据和分析。 如果你的老板或者是上级,对于你的询问含糊其词,想要敷衍了事, 你可以把同事和你的想法告诉他们,反映你们在出类拔萃这个目标下, 没有办法被激发工作热情的情况,并且提供你搜寻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比如对比现在行业内的几大巨头,在销量上达到了怎样的业绩, 进入行业前十的公司,在近几年开展了哪些战略,让你的领导重视起这个问题。 接着呢,我们可以采取第三步,向团队提供方向性的建议, 也就是促使公司举行会谈,经过讨论把原来模糊的宏大的目标变成实实在在的, 可以去实践的目标。 这一步的重点在于,你要让高层意识到具体可行的,清晰的目标, 更有利于激发团队成员的潜在战斗力, 这样呢,他们才会同意召集公司员工开会。 接着你就可以继续进行下一步了。 第四步,拟定具体目标。 你可以在会上提议把长期目标由出类拔萃, 改为五年内做到行业销售额第一, 然后根据长期目标,大家一起来讨论和确定公司的中期, 近期目标,再根据公司层面的目标, 设立自己的个人目标,最后的讨论方案再提交给高层。 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参与了团队目标的制定, 不但能够得到更清晰具体的目标, 还能够让大家有参与感,增强他们的归属感, 从而更热情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现在你的团队已经有了清晰统一的目标了, 但是光有目标不够,想要快速解决合作当中遇到的问题, 还需要一套具体的思考方式来指导,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听听吧。 这天哈,部门经理一大早就通知你们, 下午有重要的客人来访,要把办公室收拾利索, 大家就马上行动。 有人把自己桌上的多肉植物和手办都搬到了窗台上, 有的人把有些年头的部门奖杯和证书藏到了抽屉里, 有人把展示柜里落满灰尘的产品换成了最新的杂志, 经理第二次走进来检查了一轮,向你们发起火来。 我们是要向客户展示产品和公司实力, 你们这都摆得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瞧,虽然知道了经理安排的任务是把办公室收拾利索, 你们也行动起来了, 但是最后的成果却没有得到认可, 这是因为我们做的仅仅是从办公室不够美观这个问题表向, 直接跳到收拾这个具体行为, 这中间缺少了一个有方向性的思考的环节, 也就是还没有思考好就开始做了, 导致我们只注意到办公室混乱的表面现象, 却没有考虑办公室的陈设可以向客户展示产品质量和公司获得的荣誉, 这个更大的方向。 在平时的团队工作当中, 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多了, 接到工作任务以后, 想一出是一出, 想到哪儿做到哪儿, 再加上组织不好的话, 更容易让大家重复做工, 既浪费时间又落低了效率。 不信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自己的单位里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呢? 那该怎么解决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该使用横向领导力的第二种方法, 思考整理术, 改善团队, 开始做事情前的思考方式。 咱们就以策划部门的年会为例吧。 比如说啊, 你们部门呢, 要策划一场与往年不同的年会, 但是讨论策划方案的时候呢, 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 一会儿说去年谁谁喝醉了, 一会儿说今年的酒要换哪些新的牌子, 东扯西拉聊得兴高采烈, 但是会开了半天, 也没有实质性的结果。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四步法来迅速的推进会议, 这四步简单概括来说呢, 就是数据分析方向下一步。 你会发现, 这跟我们上一节讲到的目标整理术的思维模式, 其实是很相似的。 第一步啊, 就是鼓励大家寻找数据和信息, 我们可以先列举之前的年会有哪些让大家不满意的, 或者是没有考虑到的地方。 比如去年年会有很多人很早就离开了, 我们这就得到了一条能够呈现问题的信息。 第二步呢, 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想一想, 大家在年会上走得早, 是不是抽奖环节设置得太靠前了呢? 还是他们都要赶着回家去陪家人, 陪情人等等? 第三步呢, 是确定方向, 想出具有创意的方法来解决发现的问题。 比如说吧, 今年是不是把年会改成家庭趴, 邀请员工家属一起来参加会更好一些呢? 这样大家就不会像赶场一样的急着离开了。 第四步呢, 是提出下一步的具体计划, 把好的想法转化为实际行动。 比如先做一个调查, 看看大家对举办家庭party的意见, 如果满意程度比较高的话, 就可以开始考虑制作电子邀请函, 和筹划更多的细节了。 那按照上面的这四个步骤, 我们就可以把列出的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掉, 做到用最短的时间开会, 又能够高效地讨论出好的方案。 有了目标和思考方式做指导, 我们的合作效率会提高不少, 可是俗话说, 计划赶不上变化,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 因此要想让团队合作得更好, 还需要在合作当中不断地修正计划, 并且进行学习, 做到知行合一。 这就是横向领导力的第三种方法, 计划修正术。 知行合一在具体的工作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模式, 就是准备, 行动, 总结, 再准备。 比如你们公司要更新产品包装, 你们要先对去年公司的产品的销售表现进行总结, 设计出新的包装, 这就是准备。 将新包装投入市场, 这是第二步迅速行动, 对市场反应进行分析, 是第三步总结, 再根据总结, 再次改良包装, 这是第四步, 再准备。 这样不断地调整计划, 在实践中学习和探索, 你们设计的产品包装就会越来越让市场满意。 不过有的时候, 我们不做出调整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计划是存在偏差的。 别担心, 这本书给大家提供了四个小方法, 来借助别人的力量更好的在实践当中修正计划。 方法一就是提供数据, 总公司下发了本年度的计划以后, 你和同事觉得计划有些漏洞, 这个时候你可以收集大家对于计划执行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的看法, 并且委婉地反馈给公司总部用数据说话。 方法二是提供分析, 如果你在操作上一个方法的时候遇到困难, 比如说发现公司总部和其他同事都没有意识到沟通计划内容的重要性, 你可以分别告诉他们, 高层制定计划和基层实施计划的想法为什么会有出入, 沟通协调之后能够怎样改善计划, 帮助你们更好的为公司做出业绩。 方法三提供方向, 如果你是分公司的员工, 向你的上级描绘一幅良好的图景, 那就是与总部做好沟通, 能够减少工作开展当中多做大量无用工, 这样分公司的业绩上去了, 总部自然也会看到是他指导有方, 得到提拔的可能也会大大的增加, 这样你的上级就不会觉得你是在越级命令他, 从而减少你在推动计划调整当中遇到的阻碍。 方法四是采取行动, 比如说你可以试着比较各个分公司提交给总公司的工作报告, 并且做出总结, 看看是不是哪里出现了信息缺漏, 导致总公司因为没有得到全面的信息, 才制定出了让下级公司不太好开展工作的计划。 虽然在实现过程当中不断调整, 会给我们带来不少收获, 帮助我们提高和成长, 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 不断发生的调整常常会使团队成员感到疲惫, 更别提让那些平时就喜欢摩羊工的老油条做出改变了。 这个时候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团队成员保持专注呢? 接着往下听。 你的同事里肯定也有一些光拿薪水不干活的老油条吧, 即使老板在办公室安装监控摄像头, 也挡不住他们在上班的时间打游戏或者是刷淘宝, 你可能会觉得, 既然老板都拿他们没办法, 我又能怎么办呢? 办法呢还是有的, 你需要横向领导的第五种方法, 激励管理术。 其实团队成员上班时不够专注, 有的时候并不是他们故意想偷懒, 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他们手头的工作, 没有办法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 比如他可能觉得分配给他的工作没有挑战性, 埋没了他这个天才, 或者觉得自己老是被要求执行命令, 不能够放荡不羁, 自由发挥。 也可能呢是看到其他的成员不好好工作, 也没有受到惩罚, 那我就得过且过呗。 你可以这样看, 是他们对于自己工作的理解, 限制了他们努力的程度。 要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我们重新定义团队成员的工作, 使每个人负责的工作, 既在他们可以承受的能力范围内, 同时呢又具备挑战性, 这样呢他们才不容易对工作产生倦怠。 具体呢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入手哈, 第一, 为每个成员争取更合适的工作角色。 比如说, 你可以与部门经理进行谈话, 分析那些工作散漫的同事,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表现, 并且提供建议。 比如说, 李设计师既要负责会议物料的主要设计工作, 又要负责与搭建舞台的广告公司对接, 而与他的能力差不多的陈设计师呢, 只需要协助设计。 这样呢, 就导致李设计师忙到吐血, 而陈设计师呢, 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可有可无, 所以积极性也不高。 接着你可以提出建议, 以后让陈设计师来负责与广告公司对接, 这样呢, 能够提高他的工作挑战性, 李设计师呢, 也能够减轻了工作量, 就能够同时提高这两位设计师的工作积极性了。 第二呢, 要多听一听团队成员的建议, 这样做不但可以让你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和理念, 更重要的是, 被询问者会感到自己的工作是受重视的, 有意义的, 这样呢, 能够促使他们更专注的投入工作。 比如你可以耐心的询问, 工厂流水线上对洗发水进行灌装的工人, 对提高流水线工作效率有什么好的建议, 并且约定下个月你还是会找他进行回访, 你会发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他一定会比其他工人都更认真的工作, 好在你回访的时候能够提出更多的好建议。 通过这两个办法, 能够让你们的团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相对于独立工作而言, 团队工作的最大优势在于, 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反馈, 帮助我们自己和其他成员提高工作效率。 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在给别人评价和建议的时候, 对方可能并不领情,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冲你发火。 怎么做好反馈呢? 其中还是要讲一点门道的。 这就是横向领导的第五种方法, 反馈的艺术。 我们不妨参考下面的三点建议。 第一是表达感谢的时候记得要针对人。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在表达感谢的时候应该针对的是对方这个人, 而不是针对他做出的行为。 比如说, 你可以这么说, 跟你合作是我的荣幸, 辛苦你了。 而不应该说, 你刚刚做得很好。 比起感谢他的做法, 感谢对方会让他觉得你的夸奖是更真诚的, 他会更受感动, 以后把工作做好的积极性呢, 也会更高。 第二呢, 提出建议的时候针对事情。 当然了, 我们在提建议前, 要先肯定对方的工作方法。 比如说, 你刚刚营造的谈话氛围真轻松, 让我感觉很舒服。 还需要注意, 对方现在想不想听你提的建议, 不能一上来就指手画脚说, 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做, 搞不好对方正因为跟老婆吵了架正在气头上的, 这个时候你来给他提建议不是找骂吗? 跟表示感谢相反, 我们提建议的时候应该是对事不对人, 因为这个时候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工作, 而不是评价对方这个人怎么样。 比如你可以说, 怎样劝客户接受这个方案, 我觉得可以这样做。 第三, 先寻求和接受别人的反馈。 你可以请求你的同事就一件具体的事情指导你, 比如上一次我和客户开会的时候你也在, 你觉得我有哪里做得不好的地方吗? 人都是善于模仿的动物, 一旦你这样做了, 其他团队成员将来很可能也会主动地寻求和接受你的反馈。 这样你们之间就建立了相互反馈的良性沟通模式, 在工作上就可以一起学习和进步了。 试着练习这三个技巧, 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团队成员做起事情来有默契多了, 可能对方的一个微笑你就知道该向正在谈判的客户提备用方案了。 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实现横向领导的五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目标整理术, 通过数据、分析、方向、行动这四步, 我们可以引导团队设立清晰可行的长期、中期和近期目标, 让你的团队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 第二个方法是思考整理术, 让我们能够迅速发现问题并且找到解决办法。 这样你的团队就不用总是开又臭又长的会议, 又讨论不出方案了。 第三个方法叫做计划修正术, 通过影响团队成员提供准备、 执行、总结、再准备的工作循环模式, 让我们在实践当中不断地学习和修正, 保证团队在前进方向上不跑偏。 第四个方法是激励管理术, 我们通过向更有决定权的人分析团队成员工作散漫的原因, 为每个成员争取更适合他们的角色, 还要多听听其他同事的建议并且及时回访, 让他们获得更有效的激励。 最后一个方法是反馈的艺术, 表达感谢的时候针对人, 让你的同事感觉自己受到关注, 提出建议的时候针对事情, 让对方觉得你不是在指责他。 先向其他团队成员寻求反馈, 这样他会更主动倾听你的建议, 让你们形成良性的沟通循环, 一起进步。 你可能会问, 在掌握这五种方法以后, 怎样更好的运用呢? 如果你发现, 当你想在大家面前展现自己实现主导时遇到了困难, 不妨试试之三步, 那就是提问、回答、行动。 也就是说, 针对我们前面讲到的每一种方法, 你可以先给大家提出具有启发性的问题, 然后提供你收集到的信息和想到的解决办法, 接着开始行动, 给大家做出榜样。 比如说, 在讨论年会策划方案的时候, 你可以先抛出你发现了, 往年大家都走得很早这个问题, 启发大家思考背后的原因, 再提出可以改成开家庭part的建议, 并投入到筹划行动当中去。 有了更多类似的这样的尝试之后, 你慢慢地就能够带领团队进行高效愉快的合作了。 好了各位,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通过不断地练习目标整理术, 思考整理术, 计划修正术, 激励管理术和反馈的艺术这五种方法, 横向领导力, 让我们即使不是领导, 也能够带人成事。 感谢观看